美國司法官員在1月7日週四宣布, 美國執法當局對週三支持特朗普的騷亂者攻擊美國國會大廈事件 是開啟了一項刑事調查,徵用了數以百計的調查人員辯認並逮捕肇事者。 負責美國首都地區代理聯邦檢察官謝溫表示, 有15人在華盛頓聯邦法庭受到與這種騷亂有關的指控, 還有40多人在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庭因騷亂之前的行為而受到指控, 多數罪名為非法進入國會場地。 聯邦控罪包括盜竊政府財產及違反槍支法規。 謝溫說一名在國會大廈附近被捕的男子攜帶半自動攻擊型武器 以及隨時可用的11個自製燃燒彈。 這次的攻擊導致了至少4個人死亡,數十人受傷。 謝溫說,這些大捕行動標誌著將肇事者承之於法努力的開始, 這可能會持續幾個月。 他還說,可以肯定的是,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。 他們積極主動爭取,盡快處理這些案件。 並且可以肯定的是,雖然他們只是以15宗的案件開始, 他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端,但絕對不是結束。 在36小時內,有這麼多人受到指控。 而且今後,還會有更多人被指控。 這突顯了負責調查的檢測人員的辦案力度。 消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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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